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先讲雅各书一章一节 这节经文说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 请散注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各位 以前的人写信有一个很实用的习惯 那就是他们会在信的最上面写寄件人的名字 还有收件人的地址写好后就把信卷起来 所以送信的人只要打开一点点 就知道要送去哪里 我有的时候会收到很长的信 人生故事洋洋洒洒写了十五页 我必须把信看到最后才知道是谁写来的 除非是美国寄来的信 美国人会把寄件人的名字写在信封上 英国人的做法很不方便 把寄件人的名字放在信的最后 这节经文一开始就说写信的是雅各 英文发音是James 你如果是苏格兰人 坐在后面那位就是 会记得苏格兰发生过詹姆士党叛变 反叛英王詹姆士皇室 其实James只是个英文名字 你如果读这卷书信的希腊原文 会看到写信的人叫Yakobus 因为希伯来文的发音 J发音像Y B的发音像B 所以这个名字的发音是 雅各法司或雅各夫 也就是雅各 这个写信的人是用 亚伯拉罕孙子的名字命名 所以英文圣经不应该把书名 译为詹姆士书 应该要译成为雅各书才对 不过因为在座有很多 讲英文的听众 所以我就用英文James的发音 这里有一个问题 新约圣经中有四五个人 名字都叫做雅各 所以我们一开始要问的是 这是哪一个雅各 新约圣经上有好几个人 叫做雅各 雅各书很晚才被纳入新约圣经 也许是因为不太确定作者是谁 但是如今大家都很确定 这个雅各是耶稣同母义父的弟弟 玛利亚在生下耶稣之前 一直是同女之身 后来他又生了几个孩子 四个儿子 两个女儿 我们不知道两个女儿的名字 但是知道四个儿子的名字 一个叫雅各 一个叫做尤大斯 但是尤大斯不喜欢这个名字 原因很明显 就把名字简化为尤大 新约圣经有两卷书信 是出自耶稣同母义父的弟弟 雅各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当年还住在拿撒勒家里的时候 耶稣是一个木匠 雅各和几个弟弟对耶稣十分怀疑 事实上 有一次耶稣在讲道 全家都来了 要带耶稣回家 好把耶稣关在家里 他们认为耶稣精神分裂 当然 他们并不是用精神分裂来形容耶稣 他们说他癫狂了 他有双重性格 另一面的他疯了 所以家人来带他回家 把他关在家里 不让他出去 这个时候耶稣说 谁是我的弟兄 谁是我的母亲 是那些凡遵行神旨意的人 这话听在母亲和弟弟的耳中 当然不是滋味 耶稣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之后 几个弟弟也耶于他 因为犹太人都认为 弥赛亚会在祝鹏节来临 所以几个弟弟就耶于耶稣说 你不去祝鹏节的庆典中 表明身份吗 后来耶稣暗中去了 没有让他们知道 可是几个弟弟在耶于他 耶稣从小到大 直到受死之前 几个弟弟都否定他 非常怀疑他 甚至嘲笑他 雅各回想起来 一定很难为情 想到自己过去的态度 一定很羞愧 他的感受不难想象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雅各难过极了 甚至于不吃饭 说他不再进食 要把自己饿死 还好三天之后 耶稣复活了 所以雅各的绝食就结束了 但是同母义父 哥哥耶稣的死 让他心如刀割 甚至于难过到吃不下饭 不过我们知道 耶稣复活之后 曾经特别向雅各显现过 耶稣先是向十二门徒显现 再来一次 是向五百人显现 然后向雅各显现 那是耶稣复活后 倒数第二次显现 最后一次当然就是向 大树的扫罗显现 但是耶稣复活后 特别向雅各显现过 犹大应该也是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自称 是耶稣基督的奴仆 对于这位哥哥的态度 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多年来 他们嘲笑 甚至讨厌 这位同母义父的哥哥 但是耶稣复活后 两个人彻底改变 都成了基督徒的领袖 后来雅各甚至还成了 耶路撒冷教会的主席 以及当时最大一场会议的主席 这些都记载在 《使徒行传》十五章 当时讨论的主题是 要不要分成两个教会 一个给犹太基督徒 一个给外邦基督徒 还是要合在一起 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人 雅各被赋予这个棘手的任务 要维持教会的合一 以避免当时发生 第一次严重的教会分裂 假如教会当时真的分裂 到今天仍然会分裂 但是雅各是个有智慧的人 他也备受大家喜爱 所以他有很多绰号 他的第一个绰号 是家人帮他娶的 叫做小雅各 所以我们猜他的个子 大概比其他几个兄弟矮 今天我们叫他矮个尔雅各 听过这个词吗 好像我已经落伍了 矮个尔雅各是他的第一个绰号 他成了领袖 接受耶路撒冷大会主席的职位之后 他们又给他取了另外一个绰号 叫做公平雅各 由此可见他的为人 后来他又有一个绰号 叫做宝雅各 教会的支柱 这真是实质名贵 他不是十二使徒之一 却是耶路撒冷第一个教会中最重要的人物 他那个时候 写了一卷书信 不是写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 而是写给外邦人 那些外邦人就住在犹太人散居之地 雅各书这卷书信 是写给散居各地的犹太人 但是之前已经写信 给住在犹太人散居之地的外邦人 告诉他们犹太人的事 叫他们不要做犹太人所顾忌的事 这不是因为需要守律法 而是为了教会的合一 比方说应该吃犹太人眼中 看为洁净的食物 这样有外邦人又有犹太人的教会 才能够合一 所以雅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绰号 智者雅各 不能没有这种人 这种人会让可能分裂的教会合一 当时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外邦人如果成为基督徒 要信犹太人的弥赛亚 需要先成为犹太人吗 我想大家都知道 犹太人的记号 当然就是行歌礼 这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 所记载耶路撒冷大会 要讨论的主题 他们从两个角度来讨论 一个是看圣灵怎么说 一个是看圣经怎么说 然后再综合两者的指引去做 这个简单的做法 可以化解教会的分裂 圣灵怎么做 圣经怎么说 从这两个角度一起看 就能找到解决之道 所以彼得从圣灵的作为 来看外邦人 戈尼流信主的事 雅各则是从圣经的话 来看阿摩斯书九章 清楚谈到 神也要外邦人 做他的子民 不必成为犹太人 而是用外邦人的身份 所以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人有智慧 而且行事公平 在基督徒争论的时候 能够帮助他们合一 所以雅各在教会中使人和睦 以上是雅各的生平 再来要看看他是怎么死的 根据一个叫做 优西比乌的罗马史学家 雅各的殉道非常特别 当时在耶路撒冷 刚好是两个罗马总督 交接的空窗旗 当年审讯保罗的那位总督 退休离开了 而下一任总督 要两个月之后才会上任 所以期间有两个月的空窗旗 犹太人不受罗马总督 直接的管辖 在这段期间 大祭司接管总督的职权 就是大祭司亚纳 当初耶稣受审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大祭司 现在他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包括很多祭司也去教会 他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可以除掉初代教会 于是他杀鸡儆猴 逮捕了教会的领袖雅各 他发现是这个人让教会合一 这个矮个子 这个有智慧的人 于是他逮捕了雅各 然后下令把雅各 从圣殿顶上推下去 因为撒旦就曾经试探耶稣 要他从圣殿顶上跳下去 亚纳这样做 似乎是在嘲笑雅各说 来看看天使会不会保护你 我们要把你从殿顶推下去 而且他们真的这样做了 雅各坠落地面 全身摔断很多骨头 但是他没有死 这个时候 雅纳下令用石头打死雅各 可怜的雅各 已经全身多处骨折 这个时候又被大石头击打 但是他还是没有死 其实他被推下垫顶的时候 口里还说天父赦免他们 当他遭乱石击打 快要丧命的时候 竟然再度恳求神赦免他们 他说我看见人子坐在天上的宝座 很像当年 斯提反殉道的情形 乱石仍然没有打死他 最后有一名犹太士兵 手中拿了一根棍子 一直击打 打破他的头 雅各就死了 基督徒带走他的尸体 要埋葬他 却惊讶地发现一件事 他们准备清洗尸体 为他裹上尸布的时候 看见雅各的膝盖 他们发现雅各的膝盖皮很厚 于是雅各又有一个绰号 叫做骆驼膝盖 他的膝盖很像骆驼的膝盖 有没有看过骆驼的膝盖 膝盖上的皮又硬又粗 雅各的膝盖就像那样 据说这是因为他常年 跪在圣殿的石头地板上祷告 恳求神赦免犹太人 钉死他的儿子耶稣 所以雅各是一个祷告的人 在短短的雅各书中 有四处是在教导祷告 每处都提到 为什么有一些祷告不蒙应允 如果你不明白 为什么祷告会不蒙应允 可以去读读雅各书 他指出至少四个原因 说明神为什么不听你的祷告 这是雅各的一大优点 他经常地跪在石头地板上 祷告好几个小时 恳求神赦免犹太人 是不是很讽刺 雅各他竟然花那么多时间 为害死他的人祷告 非常讽刺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他不但常常祷告 而且也熟读圣经 你在这卷书信中会看见 他不断地提到旧约圣经 不断提到旧约人物 像是亚伯拉罕 还有拉荷 或者是像伊利亚 他非常熟悉圣经 在书信中多处提到 或者是直接引用旧约圣经 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出来 仍然只是用口传讲而已 所以他不能够引用新约圣经 但是他曾经多次提到 耶稣的教导 尤其是登山宝训 他也提到保罗的教导 保罗是耶路撒冷大会的主角 因为他在外邦人当中侍奉 所以雅各不但常常祷告 而且也熟读圣经 他殉道的时候死得很惨 他们杀不死他 最后就打破了他的头 我介绍雅各是因为 他是这卷书信的作者 这样会让你尊敬他 会让你想去了解他 因为这是他的为人 讲完了作者 现在来看看读信的人 读信的人是谁 我想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这封信是写给散居各国的十二支派 散居各处这个词的西伯来文是 Diespora 从历史中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得知 犹太人有两次被分散到各国 一次是被迫的 另一次是自愿的 雅各写信的对象 亚各写信的对象 是这些散居各国的人 所以写信的人是信耶稣的犹太人 回去看一下雅各自称是谁 他说 我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奴隶 这样讲很不寻常 第一 这等于把神和耶稣放在同等的地位 我是神的仆人和耶稣的奴隶 把神和耶稣放在同等地位 来看一下slave这个字 圣经把这个字译做仆人 因为我们不熟悉奴隶是什么 但是原文是用奴隶一词 他是被买来的 有人付代价把他赎来 保罗自称是耶稣的奴隶 他们是被神买来的 所以完全属于神 完全属于耶稣基督 现在我们先停一下 来看看下面这三个词 首先是主 罗马帝国只有皇帝该萨 有资格被称作主 但是初代基督徒很快就用主来称呼耶稣 他们的信经第一条就是耶稣是主 直到今天基督徒仍然称呼耶稣是主 你如果听到有人说主耶稣 就知道他相信救主耶稣 世人不会称呼耶稣是主 这是世上最高的称号 初代基督徒为了称耶稣是主 付上很大的代价 罗马帝国每年有一天叫做主的日 在那天人人都必须站在该萨的雕像 还有祭坛前 一面在祭坛上烧香 一面站在该萨的半身向前面 举起右手说该萨是主 如果不肯举起手来 这样说的人就会死 这大大考验了基督徒的忠心 基督徒不肯说该萨是主 他们认定只有一个人配得这个称号 只有耶稣是主 他们在教会内 在教会外都是这样说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知道 雅各是一个信耶稣的犹太人 他称耶稣为主 称他为基督 这我要稍微来谈一下 基督这个词 并不是耶稣的姓氏 基督徒却都误解了 误把基督当作耶稣的姓 基督是指王 意思是犹太人的王 也就是弥赛亚 这个希腊字 源自西伯来文的受告者 在西伯来文中 弥赛亚是指受告的王 所以我们应该称他君王耶稣 才能够表达真正的意思 主耶稣 主耶稣 犹太人的王 将来要做世人的王 所以这个词很重要 雅各如今愿意为他 头母异父的哥哥死 愿意公开在众人面前说 我是主耶稣基督的奴隶 主耶稣基督这五个字 道尽了他的信仰 雅各这卷书信是要写给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 他们也是犹太人 我前面说过 犹太人被赶出以色列地两次 第一次是在这之前六百年 当时亚述人先来掳走了十个支派 然后巴比伦人来掳走另外两个支派 所以全国被迫流亡一帮 这背后是神在安排 神先带亚述人来北方掳走十支派 再带巴比伦人来南方 掳走圣余的两支派 也就是变雅敏支派和犹大支派 把他们掳到一帮 所以犹太人曾经先后被亚述人 和巴比伦人掳去 这是神在惩罚他的百姓 神一再地透过先知警告他们 你们若继续悖逆 一意孤行 就会失去我应许给你们的土地 对于这样的下场 他们应该心服口服 我顺便提一件事 神也曾经吩咐他们 每七年要让土地休息一年 就是要让土地休耕 但是他们五百年来都不肯休耕 每年都继续在土地上耕种作物 不让土地休息 结果怎么样呢 算算看就会知道 那块土地总共少休息了七十年 所以神对他们说 你们不给土地休息 那我来给 我要把你们赶走 结果那块土地因此休耕了七十年 所以但以理清楚知道 他们何时可以归回 后来有些人归回以色列 大多数人仍留在巴比伦 大约有四万五千人回到家乡 重新安顿下来 并且重建圣殿 但是在基督降临之前一百年 以色列人第二次去到一帮 第二次散居各地 不过这次是自愿的 为什么 因为整个帝国门户大开 有道路通到各地 这个帝国有一个通用的语言 他们不管去哪里 语言都能通 所以那个时候 就有成千上万名犹太人 他们自愿离开应许之地 有一万名犹太人定居在罗马 但是你再去读读 《使徒行传》二章五旬节的故事 会读到他们去了哪些国家 他们为什么去 答案只有一个字 就是钱 他们去经商 去做生意 犹太人很会做生意 他们很精明 每个人都想当老板 做生意 所以他们就出去了 他们沿着罗马的条条道路 出去经商 掌握了罗马帝国的商业 有些人犹太人经商成功 赚了很多钱 有些犹太人经商失败 没有赚到钱 结果 那些出去住在一帮的犹太人 他们彼此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那些富有的犹太生意人 住在豪宅里 而附近有犹太穷人住在漏屋里 所以雅各在书信中一直提到富人和穷人 雅各他很反对富人 这点我们继续往下读 就会看到 这是当时的背景 犹太人离开以色列地散居各国 他们出去经商做生意 他们自从散居各国之后 就一直在经商 这是当时的一些背景 这里我们看到没有一个支派遗师 很多人在讲 遗师的以色列支派 有些人认为 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取代遗师的支派 不会的 没有一个支派遗师 神连你头上有几根头发都知道 他一定对你了若执掌 他对世上每个人都了若执掌 他一定知道 他的以色列民都去了哪里 如今他在呼召 这十二支派的人都归回 最后一个归回的是马拿西支派 你有没有读到新闻说 马拿西支派从印度归回呢 这是最近的事 他们是最后归回的支派 没有一个支派遗师 所以雅各是写信给散居各国的十二支派 他们不是被神赶走 而是因为贪婪 想自己出去做生意赚钱 雅各写这一卷书信的对象 也包括散居各地信耶稣的犹太人 争卷书信都是把他们看作基督徒 他提到基督徒的信仰 所以这是基督徒写给基督徒的书信 但是他们不会自称是基督徒 新约圣经中的基督徒 都是指信主的外邦人 今天信主的犹太人 会自称是信弥赛亚的犹太人 所以这卷书信是由信弥赛亚的犹太人 写给散居各国信弥赛亚的犹太人 但若是这样 我们何必读这卷书信呢 在座有犹太人吗 哦有一位 其他都是信主的外邦人 这样我们又何必研读雅各书呢 这书信是信弥赛亚的犹太人 写给信弥赛亚的犹太人 答案其实很简单 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 我想这句话是挪亚先说的 意思是 我们的处境完全相同 我们都是住在一帮的外地人 是客旅 是寄居的 只是过客而已 我们是天国的公民 我们不属于这里 但我们在这里 因为我们生在这里 所以我们是散居各地属神的人 我们的处境相同 他们面临的试探 我们也会面临 散居各地的犹太人 所面临的最大试探就是童话 他们变得跟周遭一样 接受外邦国家的习俗 还有文化 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新约圣经把这个情况称作为蜀事 雅各在这卷书信中常常讲到蜀事 叫我们不要随从世界 不要效法世界 叫我们内心不要蜀事 蜀事其实不是外在的行为 而是内在的景况 我们面临的压力 试探还有难题 就跟散居各国的十二支派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必须读这卷书 这卷书跟基督徒息息相关 我们务必要研读 各位 以上我们谈了作者 还有读这卷书信的人 发现跟我们息息相关 像是彼得前书开头的地方 有提到 他写信的对象是外邦基督徒 可是却用犹太人散居的词 来形容他们 这是同样的形容 他说 照父神的仙剑被拣选 分散在本都 加拉泰 加帕多加 雅西亚 匹推尼寄居的 这些地方都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 他们是散居各地的基督徒 外邦基督徒散居各国 这几乎包括了在座每一个人 这正是我们的处境 也正是我们所面临的压力 所以 雅各书和散居各地的基督徒息息相关 我们看到十二支派散居各国 我们刚刚提到 犹太人第一次散居各国是被迫的 第二次散居各国却是自愿的 他们走在贸易路线上 去做生意 去赚钱 他们是因为贪财而到异乡去 所以 他们的第一个问题是钱财 有人赚到钱 有人没有赚到 就出现了对立 假如他们留在自己的土地上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是因为 神的律法规定 每隔五十年 一切要重来 土地要归还给原来的地主 奴隶恢复自由身 债务一笔勾销 这一年叫做西年 每逢西年 人人都可以再回到起跑点 重新开始 每隔五十年一次 这种做法在社会上前所未见 你能想象我们的政府这样做吗 每隔五十年 钱财重新分配 债务一笔勾销 土地要还给原地主 这个点子很棒 是神的主意 可以避免贫富差距太大 但是 西年的原则 是在以色列地上执行 而不是在其他国家执行 所以散居各地的犹太人 可能很有钱 也可能很穷 就出现了贫富差距 书信中四次提到这个贫富差距 而现在 我们所住的国家 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富者更富 贫者更贫 这是因为没有西年 没有每隔五十年 就一切重来 对不起 我谈到政治了 但是可以想一想 政治造成了什么结果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是 讲闲话 我先讲一个故事 有一次 有一个牧师 对他的会众说 我要给你们看看 我身上 最难胜过试探的 那个部位 大家听了都大气不敢出一声 每个人都等着 看牧师要做什么 结果呢 他伸出了舌头 雅各书谈到很多口舌的事 和口舌的罪 谈到要怎么控制自己的口舌 我曾经在国外 我曾经在国外 遇见一小群移民海外的英国人 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在说别人的闲话 因为他们人数不多 彼此都很熟 彼此实在太熟了 所以各位 住在异乡的时候 口舌问题就会变得很严重 第三个问题是 教会有纷争 有没有听过犹太人的这句俗话 两个犹太人三个意见 恐怕说对了几分 还有一个笑话说 两个犹太人漂流到无人岛 在那里盖了三间会堂 一个去第一间 另一个去第二间 至于第三间 他们死也不会去 这些都是犹太人告诉我的笑话 他们真的很了解自己的缺点 所以这个教会需要处理 纷争的问题 雅各在书信中提到两种智慧 第一种 属世的智慧 叫人分裂 第二种 属天的智慧 叫人合一 当然他自己 就是一个很有属天智慧的人 接下来 他们的第四个严重问题 就是童话 变得跟周遭的人一样 接受外邦人的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 就是这种情形 德国的犹太人被周遭同化 他们开银行 开剧院 还有办大学 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没有做的 他们变得像德国人 而不像犹太人 神差遣至少两个先知 去向他们说话 一个是犹太人叫做亚伯廷斯基 他到处去向欧洲的犹太人说 别再定居一帮 以免自取灭亡 劝戒他们快点离开 这大约是在1900年的时候 当时他就看出来 犹太人会遭到屠杀 他想警告犹太人 别留在这里 趁现在走还来得及 但是他们不听 这位先知后来死在纽约 死时一贫如洗 第二个先知是 西奥多好刺尔 他在1897年的时候 劝犹太人回到应许之地 不要留在德国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那就是神在降灾之前 一定会事先警告人 神一定会先告诉人 所以二十世纪初就有先知 叫犹太人离开欧洲 接下来五十年后 发生了纳粹大屠杀 这些事都记在白纸黑字上 所以有童话的问题 许多海外英国侨胞 被当地人童话 移居海外之后 渐渐地被当地人童话 我们国家有外交官 领事 还有使节 他们的首要责任 就是忠于祖国 所以他们不应该被童话 不应该被当地人童话 可是住在异乡 很容易就会被童话 所以这些话 也适用于今天的我们 我们必须住在非基督徒当中 和他们一起工作 我们必须和非基督徒来往 我们是应该跟他们来往 但是他们会渐渐地影响我们 使我们失去天国公民的特质 以上我们谈到的是 读这卷书信的人 现在来谈谈这卷书信 有什么特点 这卷书信上 有名字和地址 信的开头 有寄信人的名字 和收件人的地址 所以这是一封信 但是其他的内容却不像信 而像是讲章 信上没有提到任何的人名 也没有提到任何的地名 最重要的是 信的开头没有祝贺语 当时的人写信 像是新约圣经中 大多数的书信 会在信的开头 先说对方的好话 然后再说坏话 这是一个好习惯 保罗的书信就是这样 他只有一卷书信 没有在开头说对方的好话 就是加拉太书 但是他在其他书信中 开头都会说对方的好话 像是在奉承他们 不对 不是奉承 保罗不会奉承人 但是他会先称赞对方 然后再批评对方 耶稣写给亚西亚 七个教会的书信 就是这样 但是有两个教会 耶稣找不到好话可说 也有两个教会 耶稣找不到坏话可说 不过写信的时候 通常会先称赞对方 说对方的好话 然后再批评对方 所以雅各书有书信的形式 有名字 有地址 但是仅止于此 信的最后没有问候语 保罗总是会在书信最后 问候他认识的人 还有朋友 但是雅各书最后没有问候语 所以除了开头以外 其他部分看起来都不像书信 各位 这是一种传阅书信 所以才没有提到名字 这是要给那群人传阅的书信 好比我们会寄圣诞节的问候信 给很多朋友 虽然语气像是写给某个人 其实是要给很多人看的 我自己也会这样做 我圣诞节的时候寄出三百封信 语气尽量像是写给某个人 但是内容上必须写成 大家都可以看 因为这是传阅的信件 它的形式是这样 现在来看看书信的文体 这一卷书信 有两个特点 很奇妙的兼具了 西伯来文 还有希腊文的特性 这很令人惊讶 因为雅各在以色列 是穷人家出身 却精通希腊文 而且熟悉希腊文化 以至于 你在读这卷书信的时候 会分不清 是在读西伯来文书信 还是在读西伯来文的奖章 即两者的精华于一身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 希伯来世的智慧 为什么雅各 不用线性方式说话 他说话一直在绕圈 不断地绕回他的主题 往下讲 又绕回主题 再往下讲 所以各位 像我这样 喜欢分析圣经的人 是无法分析雅各书的 这卷书没有整体的架构 不像保罗书信 都有整体的架构 典型的西伯来文思想书信 比如以福所书 一到三章 在讲基督徒的信念 四到六章 在讲基督徒的行为 我很喜欢这种架构 我的脑子喜欢清楚的架构 但是我无法分析雅各书 因为它一直在绕圈 这让你想到什么 这让我想到真言这卷书 真言也是一样 从一个主题 跳到另外一个主题 然后又拉回到某个主题 全都混在一起 犹太拉比讲话都是这样 这是犹太人所谓的串珠法 意思是不断变换主题 串联各样主题 分享智慧 雅各书就是这样 其中有些段落可以看出一些架构 但是我无法分析整卷书的架构 不可能用架构去分析 所以它很像西伯来先知书 完全是西伯来思想 但是它也深具希腊特色 用的是一流的希腊文 以至于有人怀疑 这不可能是雅各写的 雅各是可能有文书助理 就像保罗有希腊 当他的文书助理一样 也许助理帮雅各认识文笔 这个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雅各下过功夫 研读希腊文 精通希腊文就像是母语 他写信给散居各国的犹太人 他们都必须讲希腊文 所以雅各书的教导 是用一流的希腊文写出来的 各位 以下我列出十一项 希腊演讲的特点 希腊人很喜欢听演讲 常常在马尔斯山上 一听就是几个小时 他们会来听最新的教导 我写出的特点如下 第一 它用反问的方式 也就是问观众问题 但不期待他们回答 伦敦有个承淀教会的牧师 有一次问会众说 在座的年轻人 你要在光明中 和聪明的童女共度永恒 还是要在黑暗中 和愚昧的童女共度永恒 各位 这位牧师他只是在反问而已 但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回答 而且在场的年轻人 意见一致 反问的时候 其实并不要别人回答 第二 雅各用矛盾和讽刺 来引起注意 假装双方在辩论 在互相反驳 雅各用了这个方式 他还用发问的方式 来带出新的主题 这是我们熟悉的方式 另外 他还用了命令 比喻和迷人化的方式 把抽象的想法 比拟成一个人 利用知名人物 来说明一个观点 他还用直接了当的方式 你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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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用强烈的措辞 最重要的特点是对比 拿相反的东西来做对比 黑与白 贫与负 好与坏 为了清楚表达一个意思 用相反的两件事来形容 他也恰如其分地 引用一些话 以上是我记下的 十一二格特点 各位 希腊演说家会使用 这些方式来吸引听众 这些特点 雅各都用到了 这里兼具了 两个文明的优点 既有希伯来文的智慧 又有希腊文的演说技巧 这卷书信写得很精彩 所以这个礼拜 有人打电话给我说 很高兴你要讲雅各书 我最喜欢这卷书 希望我们讲完后 你也会喜欢这卷书 我们连第一节的经文 都还没有讲完 精彩的还在后头 最后我们来看看 这卷书的内容 我们务必要知道 这是一卷道德的书信 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呢 我刚刚用 以夫所书做例子 那卷书先讲 基督徒的信念 再讲基督徒的道德 但是雅各书不是这样 雅各书第二章 稍微有谈到称义 我先顺便提一下 明天早上 我会谈第二章 这是最具争议的一章 是整卷书中 引起最多辩论的一章 这卷书没有清楚的架构 不太谈教义 也不太谈救赎 都是在谈如何实际活出 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所以这一章 对神的事谈得很多 尤其讲到 神会审判这件事 但是没有谈到 系统神学教义 而是非常强调要去行动 所以各位要记住 这卷书信的关键字是 做 我们常常忽略 圣经上这个字 短短的一个字 却是很重要的一个字 我本来想为雅各书 想一个标题 坐在后排的那位约翰弟兄 说他很喜欢一个标题 我想很多人也会喜欢 很多人会喜欢这个标题 我把这个标题叫做 现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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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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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